滿滿的電腦加上黑色搭配螢光綠的色調充滿科技感 如果不說可能很難聯想到這是日本東京的一所高中 這間eSports高等學院去年春天才正式開學 是由日本最大的電信公司加上電競俱樂部共同成立 目前50名學生由專業的電競選手負責訓練 學生小事身手帶著CNN主播 感受這款熱門線上多人遊戲的緊張刺激 WASD,你去哪裡? 你一定會逮捕我,我知道 我的教授Coke is one of them Oh, no, you're failing to me, how can you do? And I'm getting schooled Oh my gosh I will never be a professional gamer or anything like that 虛擬世界的對決,成為專業的競技 各種各樣的電玩手法要靠知識 還有技術,更是要大量的學習 學校老師發現 在這裡電玩成為刺激學生 不斷進步的推動力 更是連接學生情誼的重要羈絆 在這些專業人士眼裡 電玩遊戲並不是造成玩物喪志的原因 還有可能成為生命裡的道光 因為罕見的血液疾病 楊振華一度被宣判只有幾個小時的壽命 雖然躲過死神的召喚 但大量的時間都只能呆在醫院裡 电玩让他有小小的目标 觉得世界上还是有些事 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而且也让他与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不一样的人有所连结 在疾病获得控制可以出院之后 杨振华决定让能改变人生的电玩 发挥更大的效益 从自家地下室开始 召集朋友集思广益 到现在变成市值数百万美元的 电玩游戏公司 不变的是杨振华设计游戏的初心 打造包括以杨振华自己人生故事 为背景的游戏 热爱人生 强调电玩不只是让人打发时间的玩具 杨振华的团队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电玩 能激发艺术的灵感 还肩负起教育的功能 可以教导实际的技能 推动科学发展 甚至能治疗心理创伤 要透过旗下的设计 改变一般人对电玩的负面印象 TVB新闻众福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